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观众们后期 在韩国论坛也掀起热议 留言突破900多条的贴文 感觉与前辈男团歌曲有些相似的 黑补男团回归歌曲 最近男团托斯公开了收录曲Double Take的MB 而有网友表示 这首歌的节奏和MB与GDM Top的Boggygar有非常像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点像在GDM Top上加了一点StrayKids的Wardwarky一样 StrayKids的Wardwarky是指的这首歌 虽然谈不上抄袭 但确实巧妙的和GDM Top的Boggygar有 以及StrayKids的KC Starsam相似 歌曲本身只是歌词有些重复 感觉氛围有点相似 但MB也很像 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不可能没看过 明显是参考了 歌曲或MV装有一些核心部分完全相同 还有说完全不知道的人是在护航什么啊? HYPE为什么总是做这种事 努力的孩子们真的太可怜了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真心觉得除了DoubleDouble 这句歌词重复之外 完全是不同的歌曲 除了Double之外 完全不一样 到底是谁制造的这种争议呢? 如果今天不是HYPE所属的话 应该也不会发生这种争议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女团ESPA成员卡丽娜的舞台服装 再次出现问题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7月14号 ESPA在日本举行了演唱会 在当天的表演最后 成员们身穿全黑的服装登上舞台 然而卡丽娜在进行表演时 上衣侧边撕裂 惊慌的卡丽娜用一只手抓住撕裂的部分 另一只手继续进行舞蹈动作 因为卡丽娜的舞台服装出现问题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所以粉丝们表示极大的不满 今年5月 ESPA与SHIPPONUBA回归时 舞台服装也出现了问题 在音乐节目舞台上 卡丽娜所穿的黑色上衣的一条间断断裂 在舞台上发现肩带脱落的卡丽娜 试图修复 但未能固定好 她依然镇定地完成了表演 在ESPA参加K-WAVE CONSERT 印记卡油时 也出现了服装问题 当时卡丽娜的衣服可能是因为材质太硬 她的上半身和腰部因为摩擦变得非常红 让看到的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心疼 除此之外 卡丽娜也曾经穿着戴真的衣服登上舞台 鞋底也曾出现过问题 她的鞋跟也很高 这使得跳激烈舞蹈的卡丽娜 常常处于危险之中 由于舞台服装 爱豆们常常会遇到不舒服或受伤的情况 尤其是女爱豆经常穿着暴露的衣服 一旦服装出现问题 可能会导致惊险的事故 所以粉丝们才会表达不满 并要求SN娱乐能够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因为出问题才抓住的吗 真的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让歌手只专注于舞台表演吧 总是感到不舒服 衣服摩擦导致皮肤受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花点钱 多补充一些人手 让孩子们不要那么辛苦吧 臭园们都累得快倒下了 还强行安排那么多行程 至少应该让他们在行程之外 不用担心其他事情 无论行程多忙 这种事情不是发生一两次 而是持续发生 这只能说是奏型师的能力不够 也缺乏工作头脑 不过Karina真的很专业 所以对于Karina的服装持续发生问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女团Kara将以包括Kara声音 在内的六人完全体 发表新曲Hello Hello是原计划收录在Kara 于2013年9月发行的 正规四集 Prupulum中的未发表歌曲 而这首歌曾在2019年11月 公开的Kara日本单曲 Midnight Queen中 以日文版本收录过 经纪公司表示 Hello 加入了Kara 生前用韩语录制的声音 最终完成了六人完全体版本 哇 要流泪了 看到这篇报道 我惊讶到超过十秒无法呼吸 哈拉呀 好想哭 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舞台会怎样 绕了一圈 经过十多年 这次终于收录在这张专辑里了 好想哭 好想哭 好想哭